洛杉矶雕龙诗社朗诵艺术团成立仪式在埃尔蒙地市举行 社区各界代表与诗社成员百余人参加了当天的活动 2007年,洛杉矶几个爱诗的人发起了雕龙诗社 这些都是龙的传人精雕细琢歌,也精雕细琢灵魂 此后,每隔一周的活动从没有间断过 一本本诗刊出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一次次朗诵会 创作和朗诵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诗社艺术团也应运而生 雕龙诗社朗诵艺术团正式成立 诗社将举办文化沙龙分享文字与声音之美 举办主题研究和朗诵会 用中英文以及中国各地方言朗诵原创及优秀诗歌作品 与朗诵爱好者切磋记忆共谋发展 为弘扬有声语言文化 提高洛杉矶地区华文诗歌创作及朗诵水平不懈努力 诗社定不会负药望 成为洛杉矶华文舞台上最具实力的文化队伍 2007年我们雕龙诗社由两位发起人发起七位创会会员成立 经过12年的风风雨雨 我们成功地在南加州社区创立了雕龙品牌 富有听朗诵找雕龙的光荣称号 今年我们趁着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的东风 我们终于成立了雕龙诗社朗诵艺术团 这个艺术团的成立给我们社区弘扬中国文学与文化 带来了一股清晰的春风 我们雕龙诗社朗诵团的作品 是由我们雕龙诗社的作家们原创而成 我们的朗诵演员们也都是来自我们的社区 他们带着对中国文化的炽热的爱 和对颂扬中国文化的这个憧憬 来到雕龙诗社朗诵团 我们希望能经过我们的努力 在我们的中国和美国社区 吹起一股中国文化的新风 让中国文学与文化 在这里久久代代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 里面aria 新杉矶采访报道 诠采访